难怪上一次有点怪怪,原来是在改版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公司上完 上完的话,先后交函数的叠合 也希望暑假我们可以交到向量交个两节到三节 至少交节,把重要的节先交一交 那交完的话,如果时间允许,希望给你们放个假 然后开学的话,我们会用比较快的方式再重新的带过这个地方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是希望开学我们可以从头再画一遍 把东西让的再深一点 好 来咯,首先这个合角公式,什么是合角公式 就是角度加加层层之间的关系 那对于这个合角公式的话 第一个是跟sin的合角 好,首先sin的α加β 我们做拆解的时候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sin,α,cos,β 加上sin,α,sin,β 这下口3 那sin的α减β呢 同学,它也是sin,α,cos,β 减掉cos,α,sin,β 好,这应该熟悉 那这个你要记得的是 sin的话会是同号配 加配加- 这是同号配的 好,那cos呢 cosα加β 会等于cos-3 cosαcosβ 加sinα3β 那cosα-β 就变成coco加-3-3 cosα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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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ααα 这叫异号配 这其实我的心中 这个今天有点 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办法把你们全部都融纳进来 因为这个补习班的话 在这个暑假 这个补习班的 教育部所颁发的指引的话 就是每一平方公尺的话 只能 就是每一学生的话 就是要可以占2.25平方公尺 可以容纳一个学生 所以我除不除以后 我整个补习班的大教室 大的教室这边只能容纳大概二十几个人 对啊 大概是这样子 再难过之余 我做一件事 我去买一张威力彩 说不定 今天以后 好不好 我们就可以换到别的地方去 对 搜狗就 我们就买一层下来 好不好 到底怎么在这个 教室里面打滚都行 这样可以吗 这个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这张威力彩有中 干 这个你们就 你们就给我来上课 给你们讲 好不好 我们就在搜狗里面上课 OK 对 算 我也觉得 当然要中 如果中了五百块 可能还是没办法 如果中了头彩 好不好 中了头彩 你们想要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好不好 如果我中了会立彩头彩 我们还在火车站立一个我个人的头像 好不好 我就立一个我的头像 好不好 铁人树里 欢迎你 这个光临新竹市 这样 对 这个我们就来立个头 好不好 对 开始这个 对 好 然后这个 到时候的话 我们再 我每年都买啊 我也是很认真在买 我几乎每个礼拜 我都买一张好不好 好吧 我可以每个礼拜都讲 可以吗 对啊 好看 这是 没有关系啊 我们有梦 梦里什么都有 好不好 来 这个合角 这个插角 都有了 再来是tangent tangent alpha加β 是一键田田田田田田 好 来tangent alpha-bent 就变成 1加 9alpha tangent beta分支 tangent alpha-tangent beta 可以哈 好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会讲 这个 这个我今天本来不想买 威力彩 你知道吗 可是 我刚刚看了 刚刚看东森新闻说 这个 这一次威力彩 这个 最好的 这个星座第一名就是牡羊座 正好小弟是牡羊座的 对 他们说这个牡羊座 这个 偏财运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一周是特别的好 所以 所以 我就想说干 这不就在说我吗 对啊 感觉就是这个 对 看看 就看明天我这边补习班有没有开 三堂课 可是如果明天干 我现在不在新竹 那你们就要知道 嘿嘿嘿 对以后要搬去大一点 对啊 那如果这个我还是 上课的话 那就可能就 大家就还在挤一挤这样 好 光想就还蛮爽的 来 这个是tangent的合角跟插角公式 OK 好 那tangent的插角公式以后呢 我又不由得的去想到什么东西 这个两条线的关系 斜律就是tangent theta 斜律就是一条线与exo正向的夹角 所以两条线的斜律 假设一个角是beta 一个角是beta 这中间的夹角theta 就等于alpha-beta 所以tangent theta 就等于tangent alpha-beta 就变成1-... 那假设第一条线 这个角叫做l alpha beta是l beta 那这个线律是m alpha跟m beta 同学不要忘记了 斜律就是我们的tangent 斜律就是我们的tangent夹角值 所以就写成1加m alpha 乘以m beta 分之m beta alpha-m beta beta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计算方式 这样ok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角 那另一个角是多少呢 另一个角就是我们的这个补角 另一个角就是 另一位 成卷180度-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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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这样 ok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那這個 其他這條K 那其他這條就是tangent的插角 不要忘記了如果一條線 這個方程式 跟斜率的關係 如果一條線是ax 加by加c等於0 它的斜率是幾 b分之-a 那如果是這樣寫 mx加k 那這個斜率 就是我們前面的技術m 這是用來算兩條直線關係 會用這些東西 跟你們稍微講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 上一次還有講的tangent的二倍角 不是 這我們的函數的二倍角的公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如果sin2θ是多少 sin2θ基本上就是sin的θ加θ 那這就是兩倍的sin口 再來 cos2θ它可以怎麼說 它就是cos2θ 所以算一下就是cos2θ-sin2θ 那還有兩種斜 就是2倍的cos2θ-1 它也可以寫成1-2倍的sin2θ 這樣OK嗎 有這兩個 好 那在tangent的2θ 可以寫成多少 1-tangent2θ分之2θ 那這個對於tangent來說呢 你這兩個 看成底跟高 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有一個角 是2θ 這個三角形的底 可以看成1-tangent2θ 高是2-tangent2θ 那斜邊就是1加上tangent2θ 所以從這邊有一個特殊的性質 叫以切表弦 以切表弦 就是用正切 與切來表示sin的2倍角 cos2的2倍角 那怎麼寫 以切表弦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sin2θ 它可以寫成1加tangent2θ分之2tangent2θ 那cos2θ可以寫成1加tangent2θ 或者1-tangent2θ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 不是以切表弦 好 大概就是講到這邊 這個是我們上一次的內容 從這個合角的插角的這些 那這個至少這六個 要非常非常的熟 那其他的東西呢 我會建議你們都背起來了 但是如果你們不行的話也會推 好 那我們到這個 要講內容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三倍角公式 什麼叫三倍角公式呢 先3θ 欸這上一次還沒講過對吧 對齁 沒有因為我記得這個有一個班友講過 所以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就來講一下三倍角 講過 有講過嗎 真的嗎 好吧 剛剛是誰 剛剛是誰 我們還沒講半角 但我們講三倍角 OK Thank you 三倍角的話 那我們再趕快把這三倍角再複習一下 算3θ 等於3sin-43 可以嗎 這個算的三倍角 3sin-43 這個cos的三倍角 cos等於4cos-3co 然後就快快樂樂樂帶一下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半角公式 老實說我覺得半角沒有震過真的長得有點怪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半角是這樣 sin-2θ 他等於收符了根號 2分之1-cos-θ 那計算 有負 就是看我們角度切一半時 他這個後來的角度在哪個向線 那正負符號由2分之θ所在的向線來決定 因為我們知道根號裡面是正的 所以我們正負就交給前面的正負 根號裡面一定要 根號一定要是正的 好 那這個半角公式是怎麼來的呢 同學 基本上來說這個半角跟背角是一面 可以吧 42的總配 二次的一半 所以說我們要去看半角的處理方法 我們就可以用二背角的角度來觀察 可以嗎 來 首先 由什麼地方開始呢 由這個 2乘上2分之θ 可以嗎 他有兩種寫法 第一個叫做2倍的 口3平方θ-1 雖然我嘴巴念θ 可是我是寫2分之θ 可是我是寫2分之θ 我們以2分之θ為一個基本單位 去討論這個二倍角公式的話 是這樣子寫的 他也可以寫成1-2倍的sin2分之θ的平方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從這裡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式子 哦 寫3 我們可以看到 寫2 二分之θ 這時候兩倍的 口3的2分之θ 的平方 可以寫成什麼 把這個-1移到另一邊去 就變成1加上 cosθ 可以嗎 從這個第一個 可以寫到這裡 把2除掉 cosθ 就等於 1加上cosθ 那我們知道平方以後 東西都是正 可是他自己原本有可能 是有正有負的 所以cos的2分 所以等於正或負的 根號 1分之1加上cosθ 好大概是 這是第一個情形 那第二個情形呢 我用 在這裡 我們知道呢 這移過去移過來 這個2倍的3平方 2分之3 會等於 1-1cosθ 好 跟你們講個認真的 這個如果 我說真的 我如果真的有綜合為利財的話 我就發願 好不好 我就要去這個 我要去泰鋼那邊 一家賣蟑螂 你們知道泰鋼在哪邊 泰鋼在尖石 在進去 尖石 魚老 魚老進去 有個地方叫泰鋼 那邊還蠻深山的 那泰鋼在走一個小時 大概在開車開個半個小時 到45分鐘 就是司馬庫斯 我希望啦 如果真的 真的可以做成的話 那我覺得 蛤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屁話 威秀電影院上課 威秀電影院上課 看電影啊 對不對 看如果我們真的中的話 每個禮拜天 帶大家去電影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如果你去電影院上課 你久了就會不喜歡電影院 你懂我意思嗎 去電影院來看電影 好不好 可以嗎 這個 反正如果威秀才中的話 我還請這個郭 郭信淳好了 好不好 在後面 如果你們睡覺的話 就叫他把你們舉起來 拿來練舉重 這樣子 對 OK 我說真的 我是蠻想要 就開一家什麼行動麥當勞 或行動肯德基 然後再加上什麼書局 然後可以就是 反正如果可以的話 就花錢 或是朋友一起集資 然後例如說 每兩個禮拜 就是上去這個泰崗一次 或是上去 司馬庫斯那邊一次 對 然後給他們的租月書啊 那一些的 開個麥當勞 我覺得 我是蠻想這樣做的 對啊 當然說不定他們覺得 不健康之類的 對或是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 山底下的壞習慣 帶到山上去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是覺得 我是希望可以這樣做 就看我以後有沒有辦法這樣 對啊 好 來繼續 再把這2除掉 這時候 sin的平方 2分之θ 就等於 1減掉 cosθ 再除以2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sin的2分之θ 就等於正負的 根號 這個2分之1減掉 cosθ OK 威秀電源上課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這個 我們可以買那種威秀的椅子 你們知道威秀還有一種更好的椅子嗎 你們知道嗎 這go class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 我有一次這個就是 我有一次相親的時候了 就是我們的安排的行程 就是我跟那女生 就面對面吃晚飯 如果還聊得來的話 我們就跑去威秀 這是那個原版威秀go class 所以 就是go class看電 我還記得那一次 我們就看了是那個007 你知道嗎 就是007好像第一集還第二集 就是007被人用石頭打蛋蛋那集 對啊 我就很記得那個打蛋蛋而已 對啊 反正就是我就去看 然後 他的椅子超棒耶 他還會有給你毯子你知道嗎 對啊 然後就是旁邊還有一個小桌子 可以放著義大利麵那些 然後這個 他就是超長的沙發 大概是這麼長 電動沙發喔 然後上面還有幾個枕頭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人就躺在上面 躺在上面耍廢 這樣子 然後就蓋著毯子在那邊看電影 對 然後他還有一個更好的位置 好像是兩個人可以一起坐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買到 我就買到單人座 太可惜了 那時候如果兩個一起坐的話 說不定現在就有老婆了 反正就是一個這種雙人 就是單人座的沙發這樣 然後上面有毯子那些還滿暖的 而且上去還要脫鞋子 我們就用那一種當作我們的椅子 被擋住了 這重要的東西 總之不給你們看到 反正就是這樣 到時候的話我們就用這個上課 要不然的話我也可以改一下 我最近還有看過一個更屌的東西 就是你們在OSIM按摩椅那個廠牌 他們有出電競座椅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電競的座椅 然後只是說他們那個人體工學座椅 後面還有滾輪 就是你打電動打類 或讀書讀類的攤 你還可以幫你按一按 這樣好像也滿屌的 反正如果到時候真的威力才中 好吧就看今天 如果中的話 我們全部的這個座椅都改換掉 每個人都換成那種電競式的按摩座椅 好 OK 這樣可以 好 這是 這個半角公式 這半角公式 那這個用根號來表示的 那怎麼記呢 首先 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半角公式的特徵 第一件事情 都是用口扇特備角 所以這後面都是口扇 再來第二個 它的這個角度跟次方的交換關係 就是我們知道 角度減半的話會被變成 那次方如果減半的話角度會被增 你會發現這兩個看 次方減半一次變成根號 次方減半角度被增 它的關係會有這個樣子 這個特徵 再來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啊 就是你去觀察這個時候 sine的2分之θ 我們知道在第一項線去想像 如果你在第一項線想像的時候 sine的2分之θ 會有什麼特徵 越來越小 所以用 對不對 sine的話在第一項線的話 是這個 是怎麼樣 是遞增的 保持順序 所以 你會發現如果角度越小的話 它的值也會越小 所以這裡是用減的 好 那口扇角度越小 它的值越大 所以這裡是用加的 我是用這樣的方法去想像 那你們就 就稍微的參考一下 好 那第三個 還有一件事情要講 這個事情我覺得在這裡講比較好 就是tangent的怎麼寫 同學 tangent的2分之θ 它有一種寫法 是用口扇分之扇 那這兩個 式子相除 口扇分之3相除 就會變成正負的根號 把2跟2除掉 叫1加上 口扇θ分之1 減掉口扇θ 小孩請你們把它想 這個東西要寫下來 重新 這一次 然後你們稍微的把它拆一拆 好不好 請你們做一下 好 你們會不會有點就是在家裡關太久 然後就想要出門 就會覺得有點 有點不太出門的感覺 會嗎 會不會有點懶得出門 例如說 欸你們女生去想一下 你們沒有出門是就不用洗頭 我不知道啊 但我對於女生的所知 好像很多女生 對於洗頭這件事情其實是很討厭 蛤 蛤 蛤 真的喔 我不知道欸 就是我有 就說我學洗頭超麻煩 你們其實覺得還好 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就 這個 好吧 那你們就好洗頭髮 OK啦 那這個寫到這裡OK喔 那我們再往下 做個練習 來 我們看他利用半角公式求sine的22.5度 跟口扇的22.5度 同學 這個你們自己其中找一個做 好不好 那我做sine的 你們做口扇 來 基本上來說你看到這22.5度 用小毛去想 都知道是用什麼樣 45度一半 所以第一題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sine的多少 寫錯不好意思 sine的2分之1 那45度在第一向線 在第一向線 所以他就多少 他叫做 根號的 2分之1 1加 口扇45 那口扇45 就是2分之2 根號的 根號的 2分之1 加上 根號的 除以2 上下同乘2 他的結果叫 根號的 4分之2 加根號的 把分母的4 約掉 就是2分之2 根號2 加根號2 根號2 可以嗎 那同學要記得 這裡是減的才對 當這個口誤 那口 算是多少 口算的2分之4 數度 就等於多少 根號的 2分之1 加口算45 那經過計算 我相信你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叫做 2分之根號2加上根號2 變成加了 可以嗎 好 那同學 那我們再玩一個小遊戲 好不好 這是口算22.5度 等於口 口算的 2分之4數度 那如果 口算的4分之4數度 是多少呢 那口算如果是4分之4數度 這個 就會變成 口算的 2分之 2分之多少 22.5度 對不對 把22.5度再除一半 就變4分之45 好 那22.5度的 會不會算 會嗎 就等於根號的 2分之1加上口算的22.5度 可以 好 好 那他就變成了 根號的 2分之1加上 根號2加根號2 除以2 上下乘以2再約 變成了 2分之2 根號2加根號2 加根號2 長得很有趣吧 長得很有趣 這個他的特徵會變成 一路根號 一路根號跟到底 好 這樣喔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還有 這個 8分之45度 16分之40 這些 那這個你會發現 這個如果越多根號的話 他內層會越來越多 可以嗎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給你們看一下 他會有一個規律在 只是你就慢慢推這個 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第二小題的話 在這裡 那補充的 在這邊 跟你們稍微的講一下 那第三小題呢 他說啊 這個θ 介於270 到360度之間 而且 cos的θ 叫做 5分之3 他問的是 cos的2分之θ 跟 2分之θ 是多少 那你要注意喔 這個 θ 於 270 度 到360 度 中間 這時候啊 2分之θ 比 135度 大 但是比 180度 小欸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 cos的2分之θ 是第二項限小一點 sin的2分之θ 第二項限是大一點的 所以呢 這個 cos的2分之θ 在利用半角公式要取負的 根號 2分之1加上 cos θ 等於 負的根號 2分之1加上 5分之3 那sin的2分之θ 就是 1 2分之1 減到cos t 就等於 正的2分之1 減到5分之3 你上下的約分整理就好了 這個就給你自己算了 ok 這也沒有說真的很難 請你們把公司稍微記一記喔 給你們稍微看一下這個 如果你們真的不行的話 你等一下再問一下 我去上個廁所 好 你好 有請 謝謝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提示你们一下 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 180到360 这叫做第34向线 所以呢 除以2 第三小比在这里的时候 2分之θ 基本上就是它在第二向线 跟你们提醒一下而已 好 那我们继续咯 最后来看这个半角公司的第三种写法 这东西其实没有到那么难 但是我会觉得 像这个式子 就我最近的观察 这个并没有那么考成公式 而是它会叫你们去证明这件事情 可以吗 证明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来证证看好不好 tangent的2分之θ 等于3分之1减3θ 那这个我们在证明的基本上来说 会怎么做 这里的证明我也不喜欢 就用自己的证法 同学 通常这一个公式的证明 一个公式的证明 都是有繁杂的地方 往简单的地方画 在强调的时候 公式在证明的时候 通常都是油繁化简 为什么油繁化简 那在这个题目里面 这右边这里是比较繁杂的部分 这边是比较简单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证明的地方 去证明它的话呢 来 这右边等于 1减掉口 3θ 除以3θ 那我希望 把这个角度变成 半角 半角来观察 所以用2倍角公式 1减掉口3θ2倍2分之4 再除上 sine的2倍2分之4 我先看分母 再看分子 分母会变成 2倍的sine 2分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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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你要注意哦 你的要去算 tangent的时候 你要去算tangent的时候 同学 tangent是什么意思 tangent是口3分 代表这个口3在分母 是不是要下来 stay 你要把这个口3留下来 代表sine 是不是要跟分子消掉 所以我用sine的 这个口3二倍角 换成sine 变成1减掉 1减掉2sine的平方 2分之4 tangent 当作分子 可以吗 我再说一次哦 分子用1减掉0倍的sine 平方2分之4 当作分子 所以你看这里是这样去转换的 好 那转换好以后呢 继续往下写 1跟1可以约掉 负负得正 就变成 2倍的sine平方2分之4 再除以2倍的sine2分之4 乘上cos的2分之4 那2跟2约掉 sine跟sine约掉 变成了cos的2分之4 分之sine的2分之4 算成tangent 好 同学搞定了哦 基本上这个证明 这种写就比较漂亮哦 那你们自己再稍微的观察一下 我是怎么样去做这个修整的哦 好 ok 这稍微的抄一下哦 把它参考参考 这我希望你们哦 可以这个再写的过程哦 盖着哦 去想想看 你们自己会去怎么证明它哦 就像 好 今天那个打球打得很精彩 这个 那打那个桌球真的是 这个 这个大家 就是 看了有应该是 这个满热血沸腾的哦 真的是满厉害 对啊 我们这个 往下啊 来 第一题的话 练习一下哦 这第一题的话 应该是用三分之sine 口sine的话 是用加的哦 sine是用减的哦 所以第一个 tension的22.5度 记得怎么算吗 等于正哦 因为它还是低向线 口sine分之sine 1加口sine45度 1-口sine45度 好 这个半角公式的话 口sine的话 是用加的哦 sine是用减的哦 好 本来有二等一 继续算 上下乘以2 就这样 ok 好 那第二小题 你们也就自己算了 用这个方式去做处理就好了 哦 那加以2分之sine 变成多少 哦 2分之sine 借于0度到90度之间 你要取正的哦 哦 不管什么东西都取正的哦 好 那这个你就自己算了哦 ok 啊 算了 写完一下给你们休息好了哦 来 天解 2分之sine 就等于跟 一样哦 1加 cos c 1 cos c 就算就好了哦 1 加上25分之2 7 嗯 代入去慢慢算就可以 哦 好 对 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到这个7点继续哦 那同學我們今天的話應該會交到這個最後一節 三角的最後一節交一點點 那這個希望你們合角公司要熟 不用到很專精這個很雕真的問題 但至少這個計算要熟練 那我等一下的話合角的地方 待完的話會講一些歷屆的問題 那講完了我們應該就是把這個疊合講一些些 我們今天就放學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七點進來上課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們家在一起 我們再次放了這個 像是一直在鏽的 在Whole Раз 給你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還是在鴻子裡 如臨子 是的 好久不見 我們為什麼 在心中 我擁有什麼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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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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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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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